世界医学新知大点 大蒜在根据这个德国还有欧洲国家呢 在内的不少研究都指出说 它比我旁边这一根大人生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 甚至呢还有这个抗癌保健的功效 我们今天就要实际的来请教专家 大蒜里头到底是含有什么 竟然能够抗癌啊 大蒜的营养成分大概有400多种 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大蒜素 脑神经退化记忆力 或者所谓的健忘失事症 这个都是可以的 它可以预防胃油门感菌 负责在我们胃壁上面 所以它就可以预防反复性的溃疡 所以就会减缓减少了胃癌的罹患率 再刀对准蒜头拍两下 再倒入锅子里和虾子一起快炒 三两下功夫就成了到香味四溢的蒜虾料理 关键的蒜头提味又抗癌 研究发现如果常吃罹患胃癌几率 至少少一半 还能预防动脉脂肪斑块积聚 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功效才会更胜人生 因为它的蒜素通常是躲在细胞壁里面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蒜的话 我们最好是把它剁过啊 切过之后让它跟空气交 接触之后 它的蒜素释放出来会比较多 或者磨成泥 越高温的话 蒜素相对的会被破坏掉一些 常吃蒜头常保健康 专家也建议蒜头最好是采用生吃的方法 才能够摄取最多里头的营养素 真正达到抗癌保健的功效 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世界医学行之大典 我们下次再见